开元盛世的贤臣 唐忠宗复位以后 他的妻子伟后掌权 朝政混乱不堪 结果忠宗被毒杀 李隆基起兵诛杀伟后一党 拥立他父亲瑞宗李旦 公元712年 李旦让位给李隆基 这就是唐玄宗 玄宗即位后将年号改为开元 唐玄宗称帝后 先后任用摇虫送警等为相 历经屠治 隔除避正 形成了政治清明安定的局面 加上兴修水利 生产有所发展 开元末的户口数 比唐代初年增加了四倍 官府和私家的仓储都逐渐风营 海上航行也渐渐发展 中亚西亚以及日本新罗等国的使者 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 大唐成了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这便出现了历史上所称的开元盛世 姚崇任相后 为政勤勉 传说曾向玄宗面提十条建议 诸如以仁义治国 停息扩边战争 国亲不认宰相 宠臣犯法 与民同罪 除租税以外的其他进贡 一律禁止 停止建造四贯宫殿 凡是臣下皆可直言觐见等等 当时唐玄宗从善如流 一概都答应实行 姚崇周围还有张九龄 张说等一大批政治的官吏 帮衬扶持 当时张九龄任左时宜 建议姚崇要认人为财 不可认人为亲 身为姚崇赞许 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当官 他们了解姚崇曾有恩于 黄门间魏之谷 就想去开后门办事 魏之谷把这事报告了玄宗 过了几天 玄宗有意问姚崇 你儿子才能怎样 现在任什么官职 姚崇回答说 我两个儿子在东都 他们办事不谨慎 做人欲望又多 肯定向魏之谷 提出了不该提的要求 我至今还来不及问他们 玄宗开始以为姚崇 肯定要为他儿子隐瞒此事 听了姚崇的话 他非常高兴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呀 姚崇说 魏之谷未当官时 我曾经援助过他 我的两个儿子比较笨 以为魏之谷必然会感谢我 容忍他们为非作歹 所以胆敢去提要求 开后门 玄宗认为姚崇无私心 因而看不起魏之谷的 忘恩负义 想霸斥魏之谷 姚崇却再三请求说 我的儿子不该违背朝廷的法规 陛下已经宽恕了他们的罪行 就很幸运了 如果因此而霸斥了魏之谷 天下人必然以为 陛下对我有私心 这样影响就不好了 公元七百一十五年 开元三年 正当大唐开始出现 兴盛气象之际 河北山东一带 发生了严重的蝗灾 农民们以为是天灾降临 都在街头祭拜 而不敢消灭蝗虫 姚崇奏请朝廷派出御史 到州县督促捕捉蝗虫 加以掩埋 但是商讨时 却有人提出 蝗虫太多 无法消灭 姚崇说 现在蝗虫成灾 黄河南北的百姓都逃光了 怎能不去加以消灭 眼睁睁地看着蝗虫 将河苗啃个金光呢 假使除之不尽 就像将蝗虫养起来 造成灾害一样 玄宗终于批准了姚崇的意见 有个大臣说 捕杀蝗虫太多 恐怕要伤和气 姚崇说 从前楚王吃烟菜 连菜中的麻黄也吞吃了 不处分厨师 却医好了病 孙叔敖捕杀了毒蛇 反而因此得福 我们为什么不忍心捕杀蝗虫 却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都饿死呢 假使捕杀蝗虫有货 就降灾给我摇虫吧 第二年 山东蝗灾又非常严重 摇虫又下令捕杀 汴州刺史泥若水反对说 蝗虫是天灾 非人力所能消灭 应该积得修行来祈求 否则越补越多 摇虫给泥若水写去一封信 严加责备 泥若水才不得不照办 后来 摇虫奏请朝廷 特派使者检查各州县 捕杀蝗虫的情况 指明道姓通报各地 因此 开元年间虽然连年蝗灾 却未造成饥荒 摇虫对此功劳很大 他甚至被誉为旧史宰相 宋景担任宰相时 非常重视人才 而且对皇帝也敢于当面提意见 即使触怒皇帝也不畏惧 所以 玄宗皇帝非常敬重他 甚至也有些怕他 有时宋景所提的意见 唐玄宗觉得不太合心意 但也马马虎虎点头同意了 唐太宗贞官年间 宰相和三品官向皇帝奏事都有建官史官跟随 有措施当场纠正 好事坏事都记录下来 丝毫不能马虎 所以 那时高官既不能要挟皇帝 小臣也不能进禅作恶 高宗武后之政以后 这个制度被废除了 期间 有一段时间 甚至禁禅诬告成风 酷吏当道 宋景当宰相后 又恢复了这个制度 规定不是十分机密的事 都要当店奏文 史官依法记录 杜绝了禁禅之门 因为宋景在广州做过官 广州的地方官和老百姓 便要给宋景建一块仪爱碑 宋景奏告玄宗说 我在广州并无特殊的功绩 现在因为我受皇上的恩宠 所以我就变成了他们奉承的对象 要给我建什么仪爱碑 我以为这种风气必须革除 就从我开始 请陛下下旨加以禁止 玄宗答应了 从此 其他地方都不敢再做这种事 堵截了这股歪风 史书上记载说 姚崇宋景相继担任宰相 姚崇善于随机应变 完成任务 宋景奉公守法 按规矩办事 这两个人的志向品行不一样 但是 都能够同心协力 辅佐皇帝 使得富裕宽平 执法公正 百姓富庶 臣不得我 百姓富庶 毅 十分之一 谁能够 改张说为张月 姚崇周围 还有张九龄张月等一大批政治的官吏 帮衬扶持